这两天红米K50发布了,现在是2022年3月,深圳再次陷入了疫情风暴之中,小区封闭,公交地铁停运,居家办公,一切好像就回到了两年前,那是疫情爆发的第一年,那时候我手上这台K30 Pro好像也是3月份发布的,已经两年没换手机了。 这两天小米又给K30 Pro推送了米OS3的稳定版,那我想我该来聊聊这款被誉为安卓钉子户的K30 Pro了。 说实话,K30 Pro这个手机,你说它有什么艺术气息吗?没有,极致的功能呢?没有,公交的情怀呢?还是没有,那为什么这么多人还不愿意换掉它呢? 其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它是少见的一个全面屏,整个屏幕没有挖孔,没有刘海,没有曲面,还有一块亮度不错的AMOLED屏幕,今天看来这个混载一体的屏幕依然还是很惊艳的,从观感上来说,这应该是现在智能手机屏幕的一个终极形态吧,看现在各家都开始追求屏下相机,其实也是为了达到没有挖孔,没有刘海的屏幕形态。 只可惜屏下相机的方案现在还没有被市场所接受,所以这依然是市面上少见的全面屏手机。 但是为了这块真全面屏,K30 Pro前置的相机做成了一个弹出式的,由于这个巨大的组件而妥协了机身的厚度和重量,所以当年这个被称为半斤手机,我想这就是这种弹出式方案后来被所有厂家抛弃的一个重要原因。 熟悉红米的朋友都说,它的上一代K20 Pro也是这样的屏幕和设计啊,那为什么那个就不是钉子户呢? 这个吧,主要是因为K20 Pro是4G网络,K30 Pro使用的是骁龙865的SoC,是支持5G网络的。 如果你打算当钉子户的话,你会怎么选呢?虽然很多人到现在都还没有开通5G的套餐,但是很多人的逻辑不就是,我可以不用,但你不能没有。 这一次米OS战的升级,首先增加了很多精美的这个小组件啊,这个感觉就和其他的品牌的OS很像了,你可以自己定制需要的界面,添加各种快捷方式。 同时呢,还增加了一个全局的侧边栏,也可以放入一些常用的APP,小窗的功能依然还是那么好用,然后呢,好像就没有然后了,就这,米OS3,那这些功能在OPPO的ColorOS上早就有了吧,当我仔细看了一下升级日子啊,第一栏写的是,开始连接万物。 看了一段让人发出惊叹,又不知道是啥意思的演示视频以后,我尝试着按着教程上我的K30 Pro和小米平板5,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产生各种互动。 体验完了,我只能说,这个功能就是类似iOS上的隔空投送嘛,能互相复制和传输文字,图片,还有文件。 它比iOS多了一个功能,就是你使用平板和电脑的时候,同时可以操纵你的手机,这个功能叫MIUI加,除此之外,它也能通过平板来激活手机热点来上网。 所以,你现在如果有小米的手机,平板,还有一台电脑,当然电脑可以不是小米的,那你就可以做到三个设备之间互相操作和传文件。 这就是所谓的打造生态吧,不过啊,貌似华为好像早就已经这样做了,这样看来,MIUI曾经是定制系统的领导者,现在变成了追赶者。 我不知道该感叹是别人进步太快,还是小米操得太慢呢,不过现在这些生态功能小米已经有了,使用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。 现在每个厂家都想通过软件生态来绑定用户,很多人不惜大抖笔也要使用苹果的全家桶,就是因为苹果的生态,所以以后如果你要选择全家桶的话,你还会选择小米嘛,请把你的答案打在公屏上啊。 我手上这台K30 Plus是12加512G的变焦版,当时就是最高配的,这给了它做钉子户的一个资本,两年前各家的品牌已经开始流行高刷屏的时候,K30 Plus还在使用60赫兹,这个无疑是它最大的短板。 无限的接近完美,但我们也只能去接受现实的不完美。 我已经使用快两年了,在今天看来这个60赫兹也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, 要知道,iPhone也是在13 Plus才开始加上高刷的,但是硬要说这是个缺点的话,我也要感谢这个缺点啊,在两年前618的时候,售价4499元的512G的皇帝版,叠加了一堆的优惠缺以后,它的价格跌到了2999元,这让它成为了当时的性价比最高的手机,没有之一。 当时选择它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就定位它的这个相机,在拍摄视频的规格是当时最高的之一,我们称为麻血版的相机, 后面三个镜头都能拍摄4K,主视还能拍摄8K,而且还带了OIS光学防抖,加上小米在相机上功能给的又特别的多, 这里我就不展开说了,下次专门找一期来说,有人说屌尸才买红米,某种程度上来说的确也是这么回事, 红米没有所谓的工匠精神,没有艺术气息,它只有疯狂的堆料,但是因为它这个品牌的定位就是性价比, 人家的目标用户是很明确的,看看现在的手机是越卖越贵,挂上旗舰的名头就能卖到6999元, 到底是涨价还是涨价还是涨价,我们每个人的钱包都有自己的理解,对吧, K30 Pro在某些方面的确已经落后于实在,它没有高刷,笨动的机身, 但是这一些一点都不会影响我继续使用它,至少现在小米系统更新还没有靠起它, 看了新发布的K50 Pro,我觉得当个丁组户其实也挺好的, 好了,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,就点个赞,应该不过分吧, 还没有关注影像大特特特,再给个关注就更好了, 让我们一起玩转拍的不迷路,我是阿达,我们下期见,拜拜。